歡迎來到忍者照護講堂 我是主持人李文娟 你會量血壓嗎 你知道量血壓非常重要嗎 最好要天天量 事實上量血壓應該要是全民運動才對 為什麼文娟這樣說呢 先來歡迎我們今天兩位照護專家 Jessica還有千惠 哈囉 Jessica為什麼現在我們說 量血壓非常的重要 它跟中風很有關係 對嗎 是 其實血壓 我們會發現年輕化 就是說這不是老人家的痊癒 高血壓 是 那因為現在年輕人就是工作上壓力啊 睡眠不正常啊 也容易造成血壓偏高 所以基本上它就不像一個會提醒你的病 所以你不量你不知道 那所以說你最好是每天量每天紀錄 而且你要學會怎麼量怎麼紀錄 如果你是高血壓確定的話 那麼可能 非常非常有可能中風會來找你 如果中風就非常非常可怕了 是就是最好就是在你覺得血壓有偏高的情況之下 因為現在心臟 美國心臟學會它已經有講高血壓就是130高的 低的呢就是80 所以呢你有超過這個範圍的話 就是有高血壓的問題 所以呢在最初期可能我們就要去做預防 經由運動啊 經由飲食啊 我們去改良 我們去改善我們自己的生活習慣 說不定它就好 是 所以說呢 我們都知道說高血壓可能跟中風的關係 如果中風的話 那幾乎就是全家麻煩的事情 還不是只是一個人麻煩 但是我們要回到重點就是 我們要先學會怎麼樣正確的來量血壓 那我們血壓劑有很多種 這是屬於我們居家用的叫電子血壓劑 那還有一種叫做水銀式的血壓劑 那用水銀式的血壓劑它基本上要量 還要用聽診器 好這個就是壓麥袋 這就是我們的壓麥袋 那它有分大人的還有小孩的 一般我們都是買成人的size就可以了 那其實一般我們量的話我們就會分 你到底會講說 那我要量哪一隻手 對 左手還是右手 其實我們會講說 你量就是慣用那隻手 那其實要量的話就是叫我們的手肘 手肘上面要兩吋的位置 大概就是五公分 這是我們綁壓麥袋的位置 如果說現在是冬天呢 請它把後衛中的外套脫掉 然後呢 比較薄的衣服呢 再把它捲上來就可以了 那因為現在是夏天 所以呢 就短袖就比較好處理一點 那我們綁上去了以後 記得這條線是因為接著這條我們的主機 所以這個位置呢 最好就是在手肘正中間的位置 綁上去了以後呢 我們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這個位置呢 太鬆或太緊怎麼側 就是兩個手指頭可以上去的位置 其實這個自己側也可以對不對 切繪子也可以綁 自己也可以綁得了 這不困難齁 是 這不困難 所以其實大家都會 然後綁好了以後 你確定也不會太緊太鬆 你就按 機器就會開始跑了 對 但是測量的時候有一些關鍵對不對 好比說那個被測量的人 心要保持平和 而且不能講話 就因為不喜歡他講話 因為他講話就會影響那個值 那第二個你要確認他 是不是剛剛有做運動完 還是他剛好有去 有著收長輩啊 如廁啊 或是吃完飯啊 這個時間可能都不適合 我們都會建議就是 你至少要休息一個 五分鐘到十分鐘以上 要早上還是晚上 早上是最好 那就是如果用藥的人呢 用藥的人可能 因為我們降血壓藥 會有分它的藥物作用時間 所以如果像藥物作用是半個小時以後 那你可能就是可能在我們吃藥之前量 你才知道他今天的血壓會不會過高 或過低 可是如果他過低的結果 今天的藥就不要吃 所以其實要在用藥之前去測量他的血壓 是 那最後我們要請教一下 在控制血壓方法 就是怎麼樣可以讓自己避免這個三高族群 三高其實飲食很重要 那第二個是你要有運動 其實一般中國人把勞動跟運動 分不清楚 因為很多媽媽都說 哎唷哇每天都在拖地掃地 可是他其實那個叫勞動 那個不是運動 所以很多媽媽都會有三高 然後加上他們都會 勤菜味 那就是更是三高的來源 是 所以不要太節省 而且你以為你吃那些很節省 其實最貴的就是健康 健康怎麼樣都買不回來 所以今天非常謝謝兩位專家 來到節目市場 相信呢 透過他們的教學 你也學會了怎麼樣量血壓 還有控制血壓喔 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忍者照護講堂 再會 掰掰